第1623章万世底 一众接着一众刺目的七色神光 形成文字经卷 足以称之为的宇宙头条划过各类情报网 传遍无数的情报区域 对于这类震撼性的大手笔 整个情报界有些鸦雀无声 等待它们阅读完毕 情报界犹如亿万火山炸开了 无数情报区域全面轰动起来 裁决之功的运转都有些短暂失灵 主要是消息发布量过于庞大 超负荷运行 深处都有些冒烟 市井 赵妖静直呼卧槽 小夏的影响力比他预想的还要深远 如果真的开启跨时空投射观战景象 放在情报网上同步进行 能收获多少观众与财富 夏军天要打雷台 要不是赵妖静发的消息 谁敢相信 各路起源者震撼费先还能继续折腾 还能走出来雪拼天下 这等金氏的气魄让他们惊叹不已 难道他就不怕死在上头 至于更多的强者对于宣传标语头皮发麻 背负整个大宇宙的压迫 一只手抵住最强真仙大姐 另一只手照样可以横推诸式群仙 岂有此理 好一个夏军天 简直无法无天了 即便是他没有被大宇宙压迫 也不过是刚迈不到真仙领域 竟然嚣张到了要横推诸式群仙 我敢断言 人狂必有祸 诸多真仙霸王皆是恼怒无比 认为夏军天嚣张地过头了 一个废仙和的何能与他们对标 还扬言横推一切敌 荒唐 夏军天 这个爬虫 废仙和的何能胆敢如此猖獗 我其仙要自斩到果 他向真仙雷台 捏爆夏军天 神祖祖地 其仙一声怒吼 惊气神无限恐怖起来 似乎回归了曾经 凝聚而成更为强硬的信念出来 神原话也被深深刺怒了 谁允许他继续冒出来的 他哪来的脸 夏军天 真的是狂妄到了极点 刚刚从外宇宙死里逃生回归的司空霸天 面对疯传的各类情报 低吼一声他和的何能站在裁决之功 站在天下人面前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说让人毁灭前 是要让人疯狂 可是这类宣传标语未免太狂妄了 事实上 夏军天突然间高调出山大会群仙 这让其仙他们有着无比强烈的反差 已经被压迫 无法成长了 夏军天难道不应该远离大宇宙纷争吗 可跌落神坛的他似乎没有当回事 军天也没有想到赵妖镜宣扬出这样的话出来 当然他没有当回事 反正要去搞钱 动静闹腾得越大越好 事实上 军天对于现在的真仙之躯 他自然想要让其独自成长 磨练真仙道果 壮大仙道根基 未来能与本体融为一体 保不齐可以出现双重道果融会贯通的时刻 目前 军天正在一号基地 炼化各类特殊的仙药精华 强盛他的仙道文明道路 加深真仙道路 与朱祺一战军天认识到自身不足 固然有反物质绝学保驾护航 可自身的积累才是真正的根本 我神魔族群可有真仙霸主 怒斩下军天的向上人头 提头钱来见我 神魔族群一族蔓延出惊世怒意 弟子战场的损失是血淋淋的 天赐良机若能斩暴下军天 族群逝去的辉煌中将彻底回归 族主让我上 族主 我已经炼成了不死神魔功 肯定可以捏爆困在宇宙牢笼内的小小沸仙 拿回族群失去的威严 不管他下军天搞出了什么魔法子 在宇宙牢笼的压迫中 焉能爆发出巅峰战力 这一点不需要担心 伟大的宇宙之主已经确认 除非他下军天养成宇宙之主前职 才有希望破局 哈哈哈哈 星晋真仙养成宇宙之主前职 必先之主焚烧了真灵也无法相助 神魔族群一片嘲笑 认为下军天灾的跟头太大了 现在急迫想要证明自己 神族各方也在号召真仙层面的 超级战者鼓舞各方勇于参战 若能将其轰杀断然继承他的影响力 时遇直接在情报界发布消息 号召生猛狂先 隐居强者出关 若是能击毙下军天 明日就可以下架 这引发了轰动 把自己卖了也要干死下军天 可见当年受了多大的委屈 接连有男性真仙接连响应号召 想要报的美人归 下军天 害我母上 我必将你展落在擂台之上 一雪前耻 宇宙伤亡 万元之躯蔓延出极致恐怖的波动 仰天一声大吼 沸腾出苍茫无尽的大宇宙光芒 似宇宙战先觉醒 显而易见 万元之躯已经登灵真心果位 万元之躯也进一步成熟 内外撞弱大宇宙高悬 重新找回了信念 伤亡一批核心强者脸色殷勤不定 朱碧齐就这样被镇压到了裁决之功 大长老也被帝先之主震伤 说不恼怒自然是假的 商蒙大长老走来 望着满目仇恨的万元之躯 道这件事原本是你舅舅引起的 有些恩怨需要分清楚 恩怨 物竟天泽 我母上 我舅舅 为了我的未来 他们没有过错 万元之躯瞳孔冷电暴涨 说道自古强者路上尸骨多 他下军天仰仗地先之主 抓走了我母上和舅舅 今日我也要在擂台上斩他 轰隆 一时间万元之躯杀意更胜了 凝聚而成前所未有的信念 沸腾而出恐怖无尽的战斗火光 心意已决 看到万元之躯就这样转身走了 有伤盟强者提醒大长老 事发突然 下军天或许已经熬过了宇宙牢笼 不能让他冒险出战 这不可能 大长老摇头 说道他大概是想要凝聚出来更强的信念 尝试撕裂宇宙牢笼 由他去吧 大长老叹息 他没有阻拦万元之躯 遭此人生大难要是不能迈过去 未来就是行尸走肉 事实上他眼底散发冷意 万元之躯大概可以影响宇宙牢笼 当然 有关于大长老的猜测在情报界也出现了 想要打破最强压迫 需要汇聚更为强硬的信念出来 唯有厮杀 持续展开热战 重现习年的辉煌与传奇 或许有一线生机重开心道路 这件事闹堂的风暴愈发惊骇人心 有急迫观战者 也有踩着下军天阳名利万者 也有期盼他重开心路者 也有准备大刀阔斧捏爆他的仇家 目前 大战时间定位在一个月后 这样有充分时间让各方前往裁决之功 司空族 不准备牵头搞个赌盘吗 再来一波震撼全宇宙的收割 情报界更为火爆 多数情报官都在隔空喊话 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惹得司空族上下怒急而狂 但却没有之声 一号生存基地 军天锤炼真仙宝体 闭关之地荡漾一片仙道汪洋 这是文明道路在壮大 专属于军天文明采摘出来的果实 不同于当下的真仙路 军天在炼功 前修各类篇章 类似于八九玄宫与企划三清 届是举世难求的传承 特别是仪器化三清起源 年间无比古老 是老首领留在族群的篇章 真仙即具备前修两大篇章的资格 还是其门顿甲能将肉身无限推动起来 无比适应于真仙领域作战 而在老仙真灵指引中 军天修炼速度一路狂飙 自我养成的真仙根基持续壮大 浩瀚的宇宙牢笼都被照亮 这些篇章可以更好强盛自我 等同于修成了各种真仙经文 妙不可言 真仙领域贵在积累到果 最终凝聚而成极致鼎盛的真仙光芒 才能贯通仙穷之巅 仙穷 唯独真仙才能看清楚的面貌 登灵绝巅者就是顶级真仙 以军天前修散发出的规则波动 真仙法力向着仙穷持续汹涌 见射出的规则连衣搅碎大片心斗 愈发强横 小夏 你迷路了还没有来 照妖镜发来消息 无比紧张 担心下军天放他鸽子 一 还有三天雷台战就要开启 军天幡然醒悟 与探索方舟沟通 开启时空玉门 前往裁决之工一座分部 半个时辰后 这座规模较大的分部蔓延出磅驳无尽的光泽 路过的起源者都仰头发呆 望着横渡而来的超级金龟 比星系都要壮阔 这座分部管事已经接收到赵妖镜的命令 开启星际牵引 堪称巨大的虫洞 勉强可以塞满金龟子的躯壳 刷 等待星际牵引关闭 这片区域的强者惊骇无比 热战真的要来了 最强规模的星际牵引启用 通过情报网横渡 下军天用不了太久将要抵零裁决之工 裁决之工大本营 自古高悬之地 蕴藏着浩秒无垠的玉场波动 促使着茫茫星空都随之转动 它好似横跟在这里的宇宙核心 目前裁决之工强者云集 真先急的存在大批赶来 释放仙道气象无比恐浓烈 氛围却显得沉重 裁决之工已经运行到了顶级层面 巨大与蛮荒 任何真先都能感触到极深的压迫 这是源自于裁决之工文明的超级压迫 前所未有的武道盛会在这里举办 规模震撼人心 观战席未早就人满为患 多数都等待接近一个月 目前 距离开战时间非常接近了 轰 就在这一刻 无量金色神光扑天盖地爆发 归祖老祖宗驾遇亿万祥云而来 满世界轰动了 金龟子已如此格调降临 与曾经的气质完全不同 威严与霸裂 代表人类族群前来 逼逆诸是真仙 金龟子 十足来的强者怒法冲冠 当年若非他偷走了下军天 战场局面 岂能让人类族群全身而退落幕 前来观战的各路强者则是沉默 金龟子心甘情愿成为作祭 下军天出行的排场太大了 部分宇宙之主都望尘莫及 一个废仙 何得何能 有顶级真仙神情很冷 审视着龟壳上静坐的白衣青年 依旧置身在宇宙阴影里面 等于紧箍咒将其所助 还能打出几分战力出来 全场的氛围更为沉重 已经在窒息了 失去了风吹草动 此一般的寂静 无尽修饰仰头望着成龟而来的身影 感受到了某种难言的威慑力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类似于圣莲子他们都无比嫉妒 举世瞩目 全场也鸦雀无声 废仙还能配得上这等殊荣吗 但是跌落神坛的时刻了 轰隆 但是很快 恐怖的杀意翻腾 比星海炸裂还要猛烈 幽冷的苍穹被彻底照亮 一道接着一道真仙精血在蔓延 翻腾 都具备贯通仙穹的前职 威慑云云众生 竟然有上百位参赛者 各方毛骨悚然 绝对是积累可步的真仙雄主 全部锋芒外泄 带动着金氏杀念 想要踩着真仙上位 军天赶出到无尽凛冽 杀意扑面而来 无尽穷凶极恶的洪荒猛兽 要撕爆他的身躯 看来今夜有太多的真仙 想要踩着他上位 第1624章大会群仙 这个清冷的夜晚注定无法宁静 裁决之功沸腾出无尽的真仙杀意 接连映照出来下军天雪剑九天的惨烈景象 许多起源者无言以对 至于映照出军天接连爆开的景象吗 上百雄主暗中复苏 他们都具备参战资格 以法力将要贯通仙穷的画面可以看出 具备成为顶级真仙的前职 轰隆 真仙杀念已经形成了一望无际的血色狂潮 这等群狼吞虎的震撼景象 让观战席位多数起源者身心发抖 若非裁决之功的镇守秩序 这等杀念赤声喷发出来 数不清的起源者将要暴毙 军天缓缓站起来 从容宁静 在直欲毁天灭地的世界里超凡入胜 好似举世为一 风采超绝 军天一身白衣 踏跃而来 清澈透亮的瞳孔深邃无比 走向了规模最强的擂台 这等平静的举动让世人无限静默 没有他们预想中的杀气滔天 一切都反扑归真 大战就这样来了 太多的观众站起来 原本认为这一战要发生变数 没想到如此顺利开启 他们花费了很大的代价 才弄到门票 没办法太珍贵了 超出寻常真仙雷台席位百倍 即便是最偏远的座位 都有强者要花费千万宇宙金购买 纵然这一战可以在情报界进行观战 但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故而现在上亿宇宙金都极难求来一张门票 这一战牵扯到的不单单各路族群的颜面 还牵扯到了规模超级恐怖的赌局 早就超越了习年司空族牵头的赌盘 这场赌盘是老仙和老财爵商谈后制定的 均天才是始作俑者 搅动出了盛世风暴 老仙自然要分一杯羹 最终无论赌盘胜负 老仙能从裁决之功抽走的佣金里面 拿走整整四成 目前赌局规模早就破了一万万亿 实战七胜 均天需要打完十场战役 赢下七场才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各方都觉得太困难了 三场战役还好说 十场最终肯定越演越烈 过关四场都困难重重 甚至在习年 昆宏组建的竞技道路探索队伍 上百位文明种子里面 有些透出了一定的小道消息 大概指向神族不仅有准竞技领域选手 还有真正的竞技领域领头 杨隐碧在暗中 所图的就是仙家战场 如果这类竞技强者走出来 下军天岂能赢 甚至谁敢说 的确他们不会卷土重来 或许隐碧在暗中观战 最终出手断了军天的文明大道 叶数之大 严重超出各方的预估 或许真的能爆发神话大战 然而即便是如此 压住军天胜出的起源者数不清 接近三万万亿的财富 压住他输掉的接近五万万亿规模 如此可怕的财富让人不由得站立了 任何巅峰族群都拿不出的总数 甚至还有各类地下赌场赔率更高 赌注的是每一场的胜负 至于观战席位各方交投接耳 怎么没人登台 他们在这里不敢说什么 情报界可有不同了 那些花钱观摩照妖镜投影的 无尽起源者都是骂声不断 宇宙费先就这样赢了 没人胆敢登台 扯什么鸟蛋 根据超级赌盘的规则 这一战维系的时间在一个月 如果最终无人登台 就算没有打完十场 也判定雷台之主胜出 罢哥处在这里 已经压迫四方敌了 不是说胸怀宇宙星海的 骑仙要自展登台吗 为何不见踪击 骑仙 他打几个嘴炮罢了 你们以为他真的敢登场 还有十玉仙子 听说和一位超级老怪物搭上线了 据说困杀夏军天的把握 高达整整八成啊 他奶奶的 我父亲为何不是超级老怪物 这废物 否则今日就能把十玉仙子办了 还能天天打他丰满的大屁股 想想我都激动 啊啊啊 爹我错了 我错了 啊啊 目前情报界乌烟瘴气的 照妖镜岂能看不明白 这些扬言要参战的真仙 正在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承受满世界观众的目光至考 谁傻的第一个参战 总要大体看出军天现在的实力 未来即便是败掉了 也能蹭一蹭超级热度 扬名立万 类似于天皇族的天问 逃出下军天魔掌的第一人 现在威风得很 整日和各路宇宙明媛约会 忙得不行 至于彩鸾仙子 已经和金太郎过上眉修眉扫的生活 过段时间就能搞出几颗金屋弹出来 也因为黄仙子的原因 妖亭那边没有说什么 由着他去吧 快看 有人出战了 各方哗然一片 终于有些动静冒出来了 照妖镜偷着笑 他料到有这样的局面 故而准备了几个外援 来一波假打 当然还不是真正的假打 这类外援都想要体验下军天的强硬 弥和长老微笑 这些外援或多或少都和财爵之功的大人物有渊源 身份绝对保密 竟然是玉剑真人 近古历史崛起的 享有盛名 独自开辟真仙世家 完全是草根崛起 曾是我们那片星系的主角 仅仅局限一片星系 有准备参战的真仙皱眉 他曾横推数百星系无敌手 玉剑真人可是无比强大的 口弦一口玉剑出生 天生剑骨 若非剑族发现他有些晚了 早就成为了剑族的超级真仙 玉剑真人星系的本土生灵情绪无比激动 没想到第一位出战的与他们有关 因为热度的原因 这片星系就这样人尽皆知 大大提高了星系热度 小裁爵的目光望来 他曾外出游历 发现了玉剑真人 暗中扶持 将其栽培起来 是裁爵之功的周边核心骨干 主要还是裁爵之功搭建情报网 涉及到极为遥远的地界 需要有核心力量维系情报网的安全 事实上 自古以来裁爵之功的情报网 遭遇了无数次入侵 摧毁 显然巅峰族群都眼红这庞大的利益 这些周边核心骨干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能在摧毁后迅速搭建情报网 就这样历经一段艰苦岁月 这才稳住了情报大哥地位 老裁爵 要不要赌一把 老仙的真灵盘踞在裁爵之功核心 找到了老裁爵了家常 按照我的推测 夏军天没有希望打破宇宙牢笼 老裁爵发出苍老的话语证员 你的底气太大了 一旦夏军天败掉 丢了底气 未来再无希望崛起 这有什么 不过是面临一些毒打罢了 你太小看我族的年轻人了 地仙之主淡漠道 我知道你眼红我的补天使 你 老裁爵动容 他更为好奇地仙之主从哪里挖出来的补天使 这东西的价值无法想象 在终极文明都是举世难求的盖世天物 如果我赢了 我需要你掌握的御场传承 你好大的胃口啊 老裁爵的目光有些冷 他是眼红补天使 可他的传承涉及到立足根本 以及裁爵之功的安全问题 岂能交易 我给你五场时间考虑 一旦错过未来可就没有机会了 老仙没有逼迫老裁爵 目前遇见真人已经登台了 他一身速跑 全身见光璀璨折人 不由得外泄释放 形成一天见到汪洋遮天蔽日 各方不由得点头 遇见真人距离顶级真仙 仅有一步之遥 放眼进古历史时代 他的成长速度当属于顶级序列 下军天 请寺教 遇见真人清楚全宇宙都在关注 纵然是高选九天的真仙 他还真的有些压力 争取可以支撑上百回合 他体内散发出的剑道法则 而成一并碧绿剑胎 规则先见吞吐粗大的本命剑光 军天迈步走来 全身剑光壁体 看不出深浅 但是在宇宙阴影的压迫中 他更像是披着枷锁的囚徒 这一幕让众多敬仰者有些心酸 轰 遇见真人挥动规则先见 沸腾出密密麻麻的剑精秩序 这乃是伴随着他诞生的 预见烧鹿的先天剑精 鸣动而出开天辟地的阴劫 犹如诸世星海爆发恐怖杀机 无尽的剑光足以撕爆宇宙星河 好可怕 大批观战者惊骇无比 这等杀伐足以瞬间集成一片星空 诸多老牌真仙点头 遇见真人焚烧先例 启动出酝酿已久的仪式杀伐 肯定可以逼出军天的战斗力 这一招很不错 军天点头 接着以指为剑 这让司空霸天他们冷着脸 费仙太拖大了 以为这是不灭境的厮杀 真仙 听的是仙道法则 岂能怠慢了 只不过刚刚在小圈子里面放话 结果被打脸了 主要是军天的体现太非凡了 恍惚奸化做古老的蛮荒巨人 哼 他的身影不同了 如同驻足在宇宙边荒地带 矗立在外宇宙 成为了文明入侵者 以指为剑释放出的剑光 展落了一片文明 一片仙道 好似对应真实的大宇宙 有着一片星空极灭了 在满世界观众匪夷所思的目光中 欲见真人激发出的剑精 刹那间沦为了残渣 欲见真人身躯亮相着 只觉得一柄斩暴文明的大剑 要穿透他的身心 顷刻间覆灭他原神无数次 这让他的心彻底凉了 原本以为能和下军天雪拼上百回合 打出他毕生所学从而扬名立万 但是仅仅一招 他因以为傲的剑道烂掉了 文明剑道压迫更让他绝望 全身都在冒雪 即将暴碎在开天剑道上 草 这是什么鬼 我的眼睛简直瞎掉了 一招 什么狗屁欲见真人 他竟然连一招都顶不住 还好意思说无敌一片星系 混账 我可是压了下军天败王 就这样让他赢了一场 裁决之功这是作弊了吧 简直岂有此理 没有实力爬上去干什么 情报界骂声一片 欲见真人的故乡 一下子臭名昭著 无尽生灵皆是无地自容 甚至都觉得这是故意放水 下军天岂能强横的又违背常理 唯独部分真仙沉没 刚才一剑足以顺杀欲见真人 展落他高悬九天的道果 这是什么绝学 欲见真人更为失魂落魄 尼喃着 从未接触过这样的层面 认为自己就是一片 唯不足道的废纸 展落文明的剑招 真仙依旧活在牢笼中 和谈宇宙之主大魏 军天的回应好似为 欲见真人点燃了一条通天大道 他猛地仰着头 一身剑骨赤圣刺目 刹那间沸腾出亿万剑气 我明白了 仙穷就是溃压我的牢笼 欲见真人紧握着拳头 突飞的他顿时璀璨绝伦 仰头一声大吼给我破 轰 欲见真人的仙道之心无限昇华 天生天仰的剑精争弹而起 挥剑斩枷锁 通天上仙穷 从这一刻开始 欲见真人蔓延的仙道之光芒箔无比 应生生贯通仙穷之巅 脉步走向了顶级真仙道路 精气神拔高了一大截 显然他临阵突破 身份与地位无限拔高 第1625章真仙追随者 欲见真人内外改写 满身见精密密麻麻拔地而起 形成了壮苦的仙道洪流 征腾而起 贯通到了仙穷之巅 这等姿态 这等威慑力 在原有基础上暴涨了数倍 走向了真仙及七重天领域 可以平步青云走向九重天序列 顶级真仙就完全不同了 名号可以传遍大宇宙 开辟的族群紧跟着辉煌起来 原本观战者认为欲见真人在酝酿更强的杀法 不得不说较为震撼 可等待他们辨认清楚局势 皆是傻眼了 我尼玛 各路老牌真仙羡慕的都在流眼泪 他竟然临阵突破了 热战中临阵突破谈不上稀罕事 可是就这样迈步走向顶级真仙 未免太梦幻了 欲见真人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就这样成为了顶级真仙 都有资格开辟真仙世家 辉煌绝伦 这才是真正的超级赢家 这一波热度也没谁了 就这样名传大宇宙 无论情报界乃至裁决之功 许多困在终极层面的真仙强者 不说羡慕是假的 这个层面困住了太多老牌真仙 显而易见 真仙及雪拼没有预想的流血死亡 反而颇为戏曲性 让各方无言以对 剥削到凶指点 欲见真人心潮澎湃 直接躬身行礼 画风让人觉得诡异 他临阵突破与擂台之主有关 离君席范迪姑 现场教学 真仙帝师来了 欲见真人更为感慨 不愧是传说中的文明引领者 刚才展向他的一剑 加上不经意间的一句话 让他看到了更深的枷锁 顺势便是斩断了 至于君天时刻被宇宙牢笼制衡 对于大宇宙的法则更为熟悉 真仙路贯通仙穷 自然需要一步步打破牢笼 才能问鼎绝颠 以你的积累 需要一段岁月积累就足够了 何须在这里言谢 下去吧 君天也没有当回事 以现在的境界与力深的高度 终究不是习年了 欲见真人没有在这里莫及 他原本就是安排进来的强大后援 体现太过热情 以免引出负面影响 总之这份恩情大了 不单单是迈步到了顶级序列 收获的威望 短期积累的人气 族群影响力完全不同 第一站下君天胜出 开启第二站 照妖精的话语刚刚落下 数位积累恐怖的真仙强势逼近 苍穹彻底变得阴沉了 让人战力的杀意在蔓延 也有些卡在终极真仙序列的老强者 迟疑着迈步 心想着能不能走大运跟着破关 然而更多的是迟疑 下君天可以放过遇见真人 不见得可以放过他们 这可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然而 一位气质非常冷艳的黑群少女 赶超这些真仙 提前走向雷台 她整体神韵特殊 黑群与青丝流淌着刀光 充满犀利爵士之感 机体里面如同沉睡着一柄无上天刀 君天惊异 感知到宝金战火的洗礼 无尽的战斗火光在汹涌 隐约间可以聆听到 由远而近的喊沙声 什么情况 又跑上来一位名不经传的真仙 举办方什么情况 虽然我成为这位冷艳少女的颜值 超越了十余仙子 可看他娇滴滴的样子 能承受霸哥的勇猛 霸哥之勇猛 我曾经亲眼目睹过 一位苍老霸主点头 闭嘴 雷台出现了他的资讯 没想到竟然是传说中的范月老魔 什么 传说范月老魔凶神恶煞 曾一人一刀杀穿一片七级文明遗迹 突灭了数不清的竞争对手 就是真仙级的超级恶龙骂 情报界一片轰动 范月凶名赫赫 双手沾染了无尽鲜血 甚至五百年前在一片文明遗迹强势崛起 连败各路真仙强者 而且在范月的辉煌历史上 曾经都和顶级真仙热战了上百回合 从而奠定了顶级序列下无敌凶名 范月也是赵妖静安排的后援之一 当然他并非裁决之功的秘密骨干 昔年 他拿走了那片古文明的最强造化面临生死危险 赵妖静大发善心暗中将其皆引出来 现在将他安排在第二场无比适合 范月面孔清冷 对于被宇宙阴影笼罩的青年 眼神变得更冷了 洞悉到无比强烈的死亡危险 这是他无数次死里逃生修出了第六感 光 范月体内蔓延出某种嗜血的波动 面孔邪魅起来 化作地狱里面爬出的女修罗 身材曲线都变得无比澎湃 妖媚似女皇 君天都感受到了浓烈刺骨的血色煞气 历经无数次厮杀 早就锤炼到了骨子里面 就是天生的战者 这才是熟悉的范月 心狠手辣的角色力人 她掌握无比特殊的经文 吞噬战场凶煞之气 越战越勇 各方的情绪陆续被调动起来了 擂台上滚滚滔天的凶煞波动 塑造而成的一柄血色天刀 范月黑群跳舞 银白的鹅骨闪烁血色符咒 四次轻 将其映尘的无比野性 瞳孔透着侵略性 争 就在她拔刀的一瞬间 好似挥洒出亿万生灵之血 有着无尽可怕的景象呈现而出 燃血群仙大片浮在脚下 完全是杀气激发的异象 更有着恐怖的魔性 漫天都是文明道则在压盖 超级血色炼狱就这样诞生了 很强 众多老牌真仙面孔凝重 这等威压让他们心计 血色修罗刀紧跟着横扫 足以将强大仙道生灵里批 军天惊讶 呼捉到这等刀法以命计刀 一旦开战焚烧一切 无法回头 轰 范月挥洞血色天刀 雷台景象大变 显照出一尊尊恐怖修罗挥刀的景象 合力诛杀军天 众多跟随着军天视觉观战的起源者 下意识恐惧 只觉得身心爆开了 残魂坠入羞罗炼狱 正在被无尽恶鬼撕咬 轰 军天状态改变 带动着大片光阴残片 随着它旋转 一片片刀光顺着毛孔冲出 凝聚而成银色天刀 军天缓慢挥动起来的时刻 这片雷台上空 血色炼狱都在猛烈战斗 一缕更为可怕的不动油然而生 难以抗衡 难以阻挡 犹如跨越了历史长空辐射而来的刀光 斩 军天挥动的银色天刀 巨大无边 沿着时间线条冲击而来 斩天道就这样启动爆发 冥冥中它仿佛驻足在未来与过去 不在这一世中 跟随范月的观战者 只觉得一条命运长河环绕在军天的身判 他们的命运都在里面 都在军天的掌控者 这让他们恐惧了 这是什么绝学 范月成为命运长河下的囚徒 极致爆发的修罗刀法炸开了 确切地说被更为超然的攻击角度给碾碎成为残渣 甚至他的魂光 命运都在暗淡 如同要从人世间彻底除名 范月的漆黑瞳孔大争 没有任何对生与死的畏惧 仅有一缕震撼冒出 如同在观测至高无上的文明之主挥动天刀 在这里断他的命述 甚至军天从他的命运线 洞悉到部分过去景象 范月并非天生冷血 他自幼生活在一片美好家园 但一夜间那片星系被售卖掉 男人沦为了奴隶 女人沦为了货物 从此进入了漫长的血腥统治 看着亲人 朋友 家人接连被卖掉 范月无比疯狂苦修 赶在被卖掉前崛起成为霸主及起源者 更是成为了圣女 说是圣女 其实就是侍奉统治君王的侍妾 最终完腻了还是扔出去交易 但在大祸来临前 他偷了君王宝物逃走了 从此以后 范月背负着滔天恨意 拼搏 闯荡 斩掉了数不清的竞争者 只为了回归复仇 此刻 范月精神面貌恢复正常 冷艳的外表没有情绪波动 见惯了太多的死亡 心神早就麻木 但是他望向君天的目光充满敬畏 他从未与如此可怕的强者交过手 心灵上更可以感知到 君天更像是无上暴龙 可以顺杀了他 君天知道他是照妖镜请来的外援 岂能下狠手 反倒是回归正常的范月 充满对强者路更为强烈的渴望 我拜了 想要追随您 范月丹西跪在地上 发出一场嘶哑与僵硬的声音 已经数百万年没有说过话了 全场 神圆话 什么鬼 情报网观战者都麻了 画风突变 传说中的范月魔头突然间 沉浮在君天脚下 献上了最高的礼仪 谁他妈再说下君天废了 以后把他的石给打出来 君天信仰者忍不住咆哮出声 想撤在各大星系 这类沉闷与压抑的氛围无限爆表 犹如掀翻了整个大宇宙的压迫 目前 牛魔王刚刚提炼出一颗仙丹 突兀发现祖庭培育出的小型起源台 陡然间接收到无比庞大的信仰火光 积累无限拔高 若非这里有老仙布置的手段 短时间爆发的信仰火光 足以照亮这片边荒地带 这就是老仙安排君天打雷台的最终意图 不仅仅可以展开收割 还能以全宇宙亿万种族的信仰火光 加快祖庭恢复巅峰 你要追随我 给我一个理由 君天望着丹西跪在前方酷酷的冷艳少女 好似隐蔽在黑暗中的女君突然沉浮 这让她颇为诧异 您能把我训练得更强大 有朝一日我报仇血恨 灵魂毕生效忠给您 范月认真出言 她从没有体会过文明引领者的压迫 她也是无比单一与纯粹的人 为了目标可以付诸一切 你先去金龟子那边 君天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范月站了起来 无比冷艳 似带慈的玫瑰 与刚才的姿态盼若两人 冷冷走向金龟子这边 小夏 你不厚道 怎么能给我抢人 照妖镜绑不住了 范月很难沟通 整日就知道训练 苦修 从未见过如此刻苦的女子 结果她安排的外援 很看好的潜力骨 现在竟然投敌了 竟然被小夏挖走了 照妖镜险些喷出血 这都是什么破事 裁决之功的氛围无比诡异 什么情况 说好的写拼 打爆沸仙的豪言壮语 哪里去了 单手撕爆真仙的画面 哪里去了 夏军天从登场到现在出了两招 第一招让遇见真人破关顶级真仙 第二关竟然让凶名赫赫的范月魔头 放下屠刀归响了 暗中关战的骑仙肝火大动 就这样让夏军天偷走了两场 第三场战役刚刚开始 一批恐怖头子压来 其中一位几乎有黑的男子 即将登临的时刻 有强者出言裁决之功 故意抢人头安排假打吗 全场纵然间沉急 各方怀疑人组与裁决之功联手作局 照妖镜或大回英督都调语很清楚 你们不服可以挑战登台者 当然胜出者必须要登台一战 此言一出 各方点头 要是这批参赛者暗中切磋出最强一位 很明显不合规矩 这毕竟是赌局 兵不厌诈 很好 神魔族群来的强者发出浑厚的话语 这一战让我来打 我想诸位都没有任何意见吧 神魔族群的图门笑天 各方动容 这是神魔族群近古历史崛起的超级天才 隔了老远都能洞悉到无比汹涌的生命精血在嘶吼 以巅峰族群的特殊性 配合血脉之力激发 都能具备短期与顶级真仙厮杀的战力 他出手在何事不过 图门笑天 我有意见 万元之躯来了 没有藏着 隐蔽 怀着无上的信念要打抱下军天 若非宇宙商盟刚才阻止 他就是第一位登台者 你有什么意见最好别回去 图门笑天阴森的目光凝望而来 不给他面子 你有这个资得和我拼吗 万元之躯统瞬间哲人无比 凝聚出了一颗无敌天下的道心 逼逆死方 壮若苍茫大宇宙的化身 震天动地 第1626章撑开大宇宙压迫 准备参战的真仙面面相去 万元之躯未免太强硬了吧 再怎么说他也是后辈 图门笑天的成长史都是有目共睹的 更是巅峰族群的核心成员 各方都礼让三分 甚至宇宙商盟速来不参与各路纷争 万元之躯现在走上去不符合该族的族规 只不过他们都可以洞悉到万元之躯蔓延出的恐怖信念 以至高无上的姿态在这里汹涌 咆哮 杀气滚滚 沸腾席卷到了仙穷之巅 思 满世界的起源者养着头 望着万元之躯 堪称挤满仙穷的仙羊 威力无匹 欲要参战的数位真仙被震退了数步 眼底闪出金融 这还是被夏军天吊打 丧失底气的万元之躯吗 仔细看他的体质全面养成了 自画宇宙诸天 蕴藏着盖世前职 如同大宇宙的规则化身耸立在这里 图门笑天脸色有些阴沉 就这样被冒犯了 当然 他可以体会到万元之躯目前的状态 怀着滔天的恨意 信念无法阻挡 只能选择让步了 哼 年轻人 我给你一个机会 图门笑天转身走了 然而对于这位出场者各方不满 他曾经被军天压制 根本抬不起头 更被耗突撸皮了 何得何能与军天厮杀 事实上 万元之躯出手才是最为绝佳的人选 突然间有权威专家发布消息 只不过现在世人都不相信专家的鬼话 整天就知道闲扯淡 分析一大堆最终啥也不是 万元之躯可以勾动大宇宙 可以牵引压制军天的宇宙牢笼振动起来 能对他更好展开制衡 专家继续补充的话语引发了各方关注 说的貌似有些道理 这位专家还是有点水准 许多强者点头 军天始终置身在宇宙阴影里面 倘若压迫他的牢笼振动起来 可想而知可以激发出什么样毁灭打击 黑市上许多赌徒有些疯狂 费仙的赔率太高了 要是压住他惨死断然可以赚取无比丰厚的利润 目前老仙的数个暴物员正在黑市上四处游走 频繁压住赌盘赚取佣金 当然有些风险 事后很容易遭遇埋伏猎杀 不过对于这等杀人夺宝老仙很欢迎 事实上老仙在一个超级黑市上 更是最高的操盘者 幕后的大老板 当然目前都是小打小闹 他在调动各路资金 找机会等待神族与深渊族群竞技选手登台 那才是最恐怖的收割时刻来临 千万不要小看黑市的体量 九成九都是宇宙通气贩裁决之工黑名单上的成员 他们挥金如土 掌握的财富无比庞大 咚咚咚 纵然情报网上的各路观战者 都被万元之躯沉重的脚步声震动了 万元之躯不同于曾经 锋芒外泄 充满了舍我其谁的霸气 彻底放开了身份 要么战死要么陨落 轰 一时间万元之躯沸腾的杀意更为庞大了 形成了一望无际的黑暗大洋 笼罩了外太空 霸凌人世间 好可怕的能量风暴 这才是真心强者啊 万元之躯的积累极致强横 原本就是盖世弟子 又是特殊的万元之躯 制衡沸腺还是有较高希望的 各方的情绪都无比热烈 黑暗笼罩了超级雷台 万元之躯如同孤立在一世的无上战神 下军天 或不及家人 你不该惹我的母亲 万元之躯发出低沉的话语 在法则影响中 各方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 或不及家人 军天淡默道这话听起来很可笑 你我为原本无冤无仇啊 一切恩怨都是你的家人引起来的 这一点还需要我帮你补充吗 万元之躯有些沉默 接着冷声道我可以假意认输 还望你放了我母亲和舅舅 过往的恩怨我可以不计较 你不计较 你既然现在登台 你觉得你还能活着走下擂台吗 军天发现他的信念严重过头了 下军天 这是你逼我的 万元之躯眼底寒光四射 面目争鸣低吼一声宇宙 牢笼的压制不好受吧 我冥冥中可以感知到能加以利用 将其更深层次求在笼子里面 你怀着勇气上台来 就是为了以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 军天摇头道你怎么和朱祺一个得性 看来你今天活不了了 如此羞辱 我必斩你 万元之躯发出一声狂怒的大吼 法思如铺暴涨起来 浑身翻腾而起的黑暗大阳紧跟着咆哮 宇宙星斗都在发抖 轰 苍穹炸开了 万元之躯的身影放大 挤满了仙穹 壮弱顶级真仙诞生 推动亿万众法则流光 以震撼性的开场冲杀军天 我的好外甥 打抱他 给我碾死他 像是碾死一头虫子一样 朱祺被锁在裁决之宫黑牢里面 对着厮杀之地发出凄厉的呐喊声 认为万元之躯才是救世主 可以挽回一切 我儿子举世无敌 什么下军天 不过是他崛起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 等待挖走他的蹊跷玲珑星 还能再进一步 朱碧琪也封了班迪吼 还有宇宙伤盟 一点情面都不讲 说舍弃就舍弃啊 就这么惧怕人类废族 等我儿子成为宇宙之主 转身掌握宇宙伤盟 那些抛弃我们的强者都得死 都得死 总的来说 这对兄妹的情绪完全癫狂了 他们不想死啊 不想活在阴冷潮湿的牢笼里面 渴望回归曾经的荣华富贵 吃穿用度简单点都行 万元之躯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一拳打爆黑暗 辐射海量的宇宙法则扑杀而至 好强大 万元之躯已经焚烧了生命本质 这就是你死我活啊 攻击力太猛了 足以撕碎洪荒及母舰 各方吃惊 万元之躯散发出的法则流光 明明终于笼罩军天的宇宙阴隐融为了一体 大宇宙的压迫走向了复活 恐怖了一大劫 军天身影更为朦胧了 似活在最底层 要再压迫中行神俱灭 成真了 满世界轰动 万劫仙咒更为清晰 瞩目 犹如无数个紧箍咒勒住了军天身躯 他的身躯疑似在冒雪 行动变得缓慢 疑似要内外解体 万元之躯无敌 打爆宇宙沸仙 伤亡来的各路成员忍不住在低吼 满腔战血沸腾起来 看到了军天示弱 状态不稳 身躯有些亮呛 这让支援他的各路起源者惊恐发抖 神话要暴毙了 被万元之躯利用的宇宙牢笼碾穗传奇道路 下军天 机会给你了 为何不珍惜啊 这些都是你逼我的 万元之躯同捧大征 信念更为超越了 他推动着无量沙法 淹没了整片雷台 宇宙法则浩荡出盛世沙法 形成了恐怖的宇宙阴影 压戴了军天的身影 让其暗淡 朦胧 要溃散 数不清的观战者头皮发麻 变数太大了 冬 就在紧急万分的关头 军天朦胧的身影清晰了几分 缓慢挥拳 九大天日环绕着肉身 蒸腾着滔天阳气 他就这样龙行虎步 带动着让星海枯竭的阳气烈火 蔓延出让宇宙牢笼震战的气流 亦有着低沉的嘶吼声传来 劈着枷锁的战神通体神光暴涨 扛起了宇宙牢笼而行 穿行在亿万长河 雄姿变得伟岸无比 天啊 众生惊骇失声 撑开宇宙牢笼的身影巨大无边 毛孔冲击而出的气血瞬息间 震动了天上地下 轰 依重莫大的神威在浩荡 穿透了宇宙牢笼 让超级雷台都在猛烈抖动 轰落在裁决之功各方 横扫了宇宙升空 震动了无尽星斗 顶级真仙都震动 极灭的神话传奇回归了 恐怖的身影都挤满了仙穷 不可战胜 这一刻军天太耀眼了 凭借志强的前职撑开大宇宙的压迫 单手撕开了最强大截 另一只手照样可以无敌天下 开军天一声吼笑 九阳归一 不朽大日笼罩肉身 撑开了大宇宙的压迫 一拳轰出 漫天宇宙法则轰铃中炸开了 轰 无尽震耳的神音撤响而出 这一拳眼爆苍莽宇宙法则 以无上的战力轰击而来 让万元之躯蔽体的神光爆裂开来 孤 大片雪光挥洒 刚才还至高绝顶的万元之躯 遭遇重创 一下子跌落神坛 胸膛烂掉了 大口可血 满目骇然 观众震撼无比 这是大魔还是大仙 真仙级的盖世弟子挡不住这一拳 更是在撑开大宇宙压制的过程中 一拳头重创了万元之躯 下军天无敌 数不清的静扬者仰天大吼 情绪都在爆炸 这苍茫浩瀚的大宇宙 数不清的欣喜 蔓延而出更为庞大的信仰火光 这是源自于军天的香火怨力 形成了茫茫念力 无远福界 向着小型祖庭恢复 这小型祖庭内 挖快沉浮在内 可以更好汇聚亿万种族的信仰 也有些古老存在高悬祖庭 观测浩荡的念力 但是很遗憾找不到源头 否则就能挖出人类族群的大本营 第1627张万元之躯废了 满世界的观战集体站了起来 情绪起伏无比猛烈 这还是源自于大宇宙的最强压迫吗 昏沉在中心区域的影子 顷刻间伟岸无比 像是撑开了浩瀚大宇宙 俯视着苍生万物 甚至在诸式万物规则的显照中 俊天穿行在万玉之内 踏着苍茫星河走动 蔓延出不可匹敌的威慑力 裁决之功的宣传标语如同得到了印证 单手撑着最强针仙大姐 另一只手照样可以横推诸式群仙 万元之躯遭遇了重创 险些被打爆 当然他还不至于陨落 依旧抵运短期修补 沸腾出滔天杀气 老中猴二 杀万元之躯不甘受入 一系列的底蕴旗刷刷焚烧起来 背后紧跟着腾起更为庞大的宇宙流光 遮天蔽日 甚至规则秩序极致变动起来间 映照出来亿万新的规则投影 轰隆 古老的雷台被星河规则淹没 澎湃到了天际 诸天星都不由得转动起来 会洒出来海量星辉 加持星河投影 镇压 万元之躯大吼着 以亿万星河与宇宙规则投影相互交融 形成了更为可怖的压迫 准备涌震军天 显然 他想要借助大宇宙的压迫 将军天困死在里面 翁 军天建设冷光 整体状态迎来了爆发 血肉之躯一时间通天彻地 冒出五重大宇宙投影 军天就这样化作横古不朽的不灭战先 口鼻建设五重宇宙天鹰 身影更显得霸气绝伦 再一次撑开了大宇宙的压迫 天啊 他竟然还能变强 世人惊骇大叫 大宇宙的压迫持续松动 已经被无限撑开 这是紧箍咒有些压不住了 军天依旧不死不灭 肉身五脏盛开 体如宇宙爆发 体内传递出了震耳欲聋的脉动之音 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浪涛声在喷射 回来 大长老威严的话语传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军天已经被彻底触怒了 怒踏宇宙牢笼 撑开宇宙环境的制衡 生机旺盛绝伦 直欲打爆万古青天 军天吼笑兼宇宙开天 五重道英毁灭苍茫星河 轰杀一切仙道生灵 吼 军天如同吼碎了万古 肉身极致焚烧起来 即便是隔着亿万星河投影 都轰几而来五重大道天鹰 阿扑 万元之躯身躯聚颤 遭遇了重创 五脏六腑四分五裂 脑瓜子痛苦凹陷 他头痛欲裂 双眼发黑 情绪压抑到了极致 大批准备参赛者都毛骨悚然 这是什么怪物 强开大宇宙的压迫 在一次重创万元之躯 甚至隔空发出这等英节 竟然无视了亿万星河的规则投影 不灭文明当真是超级序列 我们认输 伤盟各路强者接连发出道英 然而雷台战绝生死 岂能是外部强者可以干扰的 我不会败的 万元之躯满身是血嘶吼着 他艰难熬过了内伤 精神视觉睁开的时刻 身躯不由得站斗起来 认为看到当时无敌的主宰 藏着他的命运长河而来 轰 军天持着银色天刀 蔓延出的刀光在暴涨 沸腾 截断整片时空 粉碎仙穷 斩天刀爆发了 时间为其驻足 命运为其映照 轰 亿万星河规则投影 硬生生炸开了 承受不助斩天道的轰杀 星河残片轰落在台面上 又建设起来大片的毁灭狂潮 在这毁天灭地的雷台之上 恐怖刀光划过宇宙升空 暴射出大片雪光 那是命运的残片 灵魂的碎片 万元之躯就这样被腰斩了 霸掘天地的血量刀光 硬生生轰在他的命运线条上 思绪坠入永恒的昏暗 像是永久性的迷失 观战者惊恐 夏军天的反击太猛烈了 带着横推诸式群先的爵士风采 让更多的参赛者都在绝望 军天神情冷漠 持着斩天道的规则天刀 冷冽的瞳孔没有任何情感 遇见真人擦了把冷汗 认为以他现在的状态出手 似乎也挡不住夏军天 等待雷台真正见血 世人才清楚这等厮杀到底残酷到了什么层面 万元之躯 带是弟子 若非竞技领域来临 时代潮流发生逆转 他未来的成就简直难以想象 甚至以万元之躯的前职 未来先不说正上宇宙之主 半部系列还是没有难关的 但是最终他的结局 就这样被血淋淋腰斩 身躯断成两劫 砸在冰冷的雷台上 过往的辉煌彻底熄灭 不 你怎么能输掉 站起来啊 混账 混账 朱祁在黑牢里面封了斑嘶吼 浑身清金爆起 更为绝望的自然是恢复自由身的希望没有了 身躯都在发抖 朱祁真的是哭了 为了培养万元之躯 未来借助他的影响力成为朱家的家主 他付诸了太多的资源与心血 结果到头来 他竟然挡不住军天一刀 呵呵 哈哈哈哈 朱碧琪则是呆呆傻傻的 又哭又笑 当然 他现在没有心情思考万元之躯能有现在的结局 皆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军天也不想和宇宙伤盟为敌 但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 金龟子这里 范月无比清冷战力 清楚军天这一刀何其强横 习年他与顶级真仙交过手 认为顶级序列出手也要面临生死威胁 就算可以熬过去脑子也要发生问题 助手 夏军天留他一命 商盟大长老沉不住气了 终究是他培养的弟子 也是宇宙商盟的骄傲 岂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样死亡 老朱家在这里的强者都沉默 万元之躯也算是他们族群最有出席的年轻人 现在一败涂地 就算保全了性命未来还能爬起来 留他一命 军天望向大长老 神情更冷了 这个宇宙商盟想要干什么 昔日在小林域大长老对他如此振折 碍于老仙才能顺利积压了朱棋和朱碧棋 否则这就是一笔糊涂账 但是他当真没有想到 大长老能放任万元之躯前来参战 还以宇宙牢笼进行利用 这是要杀他啊 全场氛围有些冷 看下军天的状态不准备给宇宙商盟这个面子 冤家已解不已解 大长老低沉话语传出 围台上打声打死 如果您未来要报复我族可以理解 军天冷漠开口 可以理解 大长老心想着他太拖大了吧 关键时刻他还是忍住了 传因而来我可以保证 这个宇宙纪元我们宇宙商盟不会阻截人族 万元之躯在这个宇宙纪元也离不开族群 不会阻截我人类族群 军天被刺怒了 知道现在万元之躯和死人没有任何区别 别看他现在的魂光依旧在 实则命数被斩断了大半 记忆出现断层 反物质绝学的伤害性堪称无解 万元之躯现在就是活死人 可他还是不想这样交出 否则念头不通达 真以为我怕了你们 天啊 世人都惊骇无比 下军天直接挥刀将万元之躯轰成残渣 漫天都是鲜血与碎骨飘散 将军天映沉得如同无上魔主 振折八荒十地 让人不由得敬畏 各方势力的强者震撼与胆颤 谁能想得到他真的胆敢挥刀斩了万元之躯 老仙什么都没说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过于忌惮中立势力 胆敢站出来踩着军天上路 就需要承受失败之后的损失 否则是个超级族群踩一脚还能活命 这恐怖与决然的一刀 也让各路与人族没有恩怨的真仙毛骨悚然 原本他们想要参战 现在彻底认清楚残酷性 这就是一个恐怖的魔王 罢哥就是罢哥 还是那么冷酷铁血 怪不得能降服范月女魔头 范云感触很深 他以为军天估计和伤盟关系留一线 结果直接给碾爆了 这就是你死我活 大长老恐怕也无比意外 照妖镜看了眼面沉如水的大长老 人族指定要和宇宙伤盟结怨 但是恩怨上升到什么层面 就看最高层的意思了 屠门笑天感触更深 万元之躯这老小子是个好小伙啊 替他挨了一刀 否则现在躺在上头的就是他 主要是谁都没有想到 军天竟然可以撑开大宇宙的压迫 已经有大人物做出了推算 夏军天打破大宇宙压迫的概率 有三成 三成 已经是极高的概率了 如果继续积累出来无上信念 概率还能继续拔高 夏军天已经赢了三场了 接下来各方如何应对 神族他们绝对有准竞技领域选手 甚至传闻有竞技序列成员 估摸着要陆续爬出来了 以现在局势很明显了 但是弟子是爬上去就是结晖 也别指望着这主能大发善心轻饶了 目前在各大超级黑市上 压住万元之躯胜出的已经亏出血 集体自闭了 老仙收割了一波 估算一下大带有四十万亿宇宙金 这等赚钱的速度让他都直呼 狗子牛逼克拉斯 主要是老仙现在握有巨额财富 从五大势力相继借掉而来四千万亿的宇宙金 只是利息相对于高昂 神元化他们的脸色很冷 夏军天大带具备些许撕裂牢笼的希望 即便是这类希望渺茫 也不得不防 目前神族与深渊族群高层已经静默了 超级杀手锏是该亮出来了 该让世人见证见证 什么才是禁忌真仙 什么才是神族的文明引领者 神元化冷笑一声 元祖出手打一个罪徒完全是洒洒水 只不过当他们看到之前皮肤有黑的男子 再一次走向擂台 图门霸天顿时怒到你还上去干什么 故意送给他胜率吗 我严重怀疑公平性 公平性 围台之战天下人都可以参与 老子凭什么上不去 黑脸男子绑大腰粗 吐息如雷 如果你执意要上去 那么 裁决之功的超级赌盘可以现在结束了 图门笑天冷漠到 这等假打实在是上不了台面 你再说我不行 有胆子你滚上来 你我切磋一二 黑脸男子脾气火爆 指着图门笑天 一脸桀骜不寻 各方纷纷惊乐 这主究竟是谁 横得不行 找死 图门笑天冲出作席 身影刷得一下子冲向第二座预选雷台 借着他背负双手 冷傲转身 俯视着黑脸大汉 只不过刚刚做出这的傲慢举动顿时后悔了 主要是迎面而来的黑脸男子 整体形态迎来了大变 化作一头围巨大的黑暗蛮牛 口鼻建设异常恐怖的雷鸣声 这是传说中的雷牛一族 斯 过满古老的种族啊 在旧宇宙年代乃是最可怕的百强族群之一 体魄无间不摧 天生可以驾驭雷霆大道 无论攻击与防守都堪称无解 屠门笑天要倒雪没了 在旧宇宙年代若非雷牛一族族人稀缺 都能冲击巅峰族群 还有在雷牛一族最顶盛的时代 族人仅有上百位 可就这样也是前三百强族群 各方呆滞 品种太稀缺了吧 牛魔王蠢蠢欲动 隔着情报网观望 擦了把哈拉子 这是一头母牛吗 当年他追求过雷牛一族的天骄 结果这一族成就最弱的都是心境真仙 岂能看得上他 猴哥更不屑于给他做美 老祖 即便是这头雷牛强横无比 岂能敌得过下军天 您什么时候可以出手 时遇盛装出席 雍容高贵 对着面前背对他的红发男子 毕恭毕敬 不急 神族那边和我通气了 他们的面子我肯定要给 下军天的命子会有人来收走 略有些遗憾 红发男子探出苍老大手 要将石玉兰在怀里揉捏一二 石玉慌乱避开 情绪无比紧张 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纵然现在后悔了 可面前这位威名太大了 很难反悔 第1628章神族文明迎领者 雷牛异族在线西年辉煌 这头一种雷牛能必开大祸活到这一世 当真是雷牛异族不幸中的万幸 还有什么比种族延续更为重要 旧宇宙落幕时刻 大宇宙跟着进入了最残酷的黑暗年间 太多的种族灭绝了 雷牛异族自然首当其冲 万没有想到留下了后裔 这头雷牛绝对是最为强悍的反祖血统 压迫的图门啸天只能艰难反抗 裁决之功就这样出现了新的战斗局面 图门啸天绝非弱者 启动催动出来恐怖的血统之力 如同顶级真仙高悬 猫 然而巨大的牛吼声让仙穷猛烈动荡起来 无尽的雷霆之音炸开 这头围额巨大的雷牛硬生生撑开了一角大宇宙 威慑众生 它漆黑如墨的躯壳 闪烁出银色的精美纹理 剑射出雷霆风暴 硬生生形成了亿万闪电 这头雷牛的战力无比强横 极致所能大爆发 全身银色闪电般的纹理 泛着一层淡淡的金灰 预示着血脉在反祖 照妖镜都羡慕 严格上来说这头雷牛 是裁决之功大长老秘密培养的 甚至未来这头雷牛是小裁决的超级作技 强强联合 断然可以横扫仙魔战场 以雷牛的前职 或顶级自然轻轻松松 这些年他直服 苦修 其实仅仅为了壮大血脉 争取早日完成反祖路线 砰砰砰 雷电轰弱的雷台世界 图门啸天面临压迫无限拔高 更有山岳般的牛蹄子接连轰杂 堪称竞技质宝杂在他的肉身上 图门啸天的身躯已经在凹陷 焦黑 相对于惨烈 混账 图门啸天焚烧血脉 透发出阵阵远古神魔之力 轰然间展开双臂 撕开一条雷电缝隙 逃之夭夭 哼 手下败将 以后别让我看到你 雷牛无比傲慢养着脑瓜子 驾驭刺目雷光腾空而起 闭逆四面八荒 冷喝到还有谁 瞧把他嚣张的 妖天静坐在顶级观战室里面 已经踏向真仙序列 准竞技领域真仙层面 暴打雷牛一顿毫无问题 妖天兄准备走上去 和下军天切磋一二 昆虹也在这里 他未曾开启真仙路线 但莫说到背负大宇宙压迫 单手扛着最强真仙大截 另一只手可以横推诸是群仙 这句话你听得下去 昆虹 你击我作甚 妖天冷漠忘来 说到我妖亭自古中立 犯不着和人类族群为敌 要不你现在破关来一波震撼性的出手 呵呵 我只是看不过下军天太嚣张 分明被压制住了 还以如此姿态逼你群仙 都没把我们当回事 昆虹冷笑一生若非神族与深渊族群的 禁忌强者过于低调 毕子战场岂能有他下军天嚣张的资格 妖天瞳孔萎缩 这两大族群都有文明引领者 圣连子也很想知道 目前这座顶级观战室 盘踞几十位超级天才 源自于各大使家 在文明道路都有非凡成就 但是对于任何竞技领域话题 他们压根插不上话 万元之躯的惨败更是警钟 还有建筑 有强者突然间开口 这让观战室内各路成员有些沉默 剑族最辉煌时代走出整整三千剑仙 相传三千剑仙演绎出通天彻地的法阵 有未知的核心领头阳暗中主导 甚至根据有些不确定的情报 曾经他就触及了禁忌领域 当然这是剑族的绝密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时不待我 有些天骄感慨 以前神族他们都隐藏着禁忌领域的探索案例 而他们不去经历与面对 岂能更好了解这类文明道路 主要是探索这一条路 更加容易迷失在里面 最终被找不到自我 容易暴毙在探索文明路上 他们认为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去接触竞技层面 未来早晚可以走上去 奈何现在的时代变化太快了 目前雷牛走向超级雷台 被决下军天 雷牛你是公的母的 军天突然问道 嗯 下军天 你竟敢如此冒犯本牛 雷牛当即炸毛了 满身雷霆脉络以恐怖的速度闪烁起来 牛鼻子吞吐粗大气浪 撕碎虚空 误会了 我是代替我足牛魔王问一问你的性别 军天答复 他也烦得不行 牛魔王正在疯狂对他发送各类消息 原本军天拒绝不礼貌的询问 但是牛魔王一阵诉苦 他风里来雨里去整日炼丹 本牛容易吗 是兄弟总不能看着他一直单身 牛魔王 雷牛勃然大怒 道这混账一族牛 曾经接连冒犯我祖母 真是我牛界的败类 耻辱 理当清除牛界 军天的脸都垮了 看来以前的单身牛没有闲着 道理计划始终在积极施展 奈何接连碰壁 随时更要面临毒打 雷牛 牛魔王已经问鼎真仙序列 现在更是引领方舟锻造的第一领导 军天给牛魔王加了个高端霸气上档次的头衔 什么领导 我打的就是领导 雷牛怀着怒意践踏而来 牛吼滚滚 口鼻喷射出闪电群愈发汹涌了 其刷刷淹没了军天的立身之地 军天轻松战立 他对雷电的抵抗性很强 西年最强真仙大捷喷射的闪电都很难打动他 雷牛 我代表领导和你谈话 你怎么还急眼了 你也不需要顾及裁决之功 老赵那边我去说 军天沐浴闪电 步履沉稳在这里迈步 带给雷牛一场庞大的威压 我喷 我可不是范月这个叛逆闷葫芦 雷牛刹那间身影为额十万丈 呼风唤雨 带动着亿万雷光 不得不说无比的强硬 同阶也算是无敌了 军天没有手下留情 耸立在海量雷光之下 演绎终极真神篇章 画出各类恐怖的痕迹 雷牛吃了一惊 在真神法则的影响中 他认为自己残了 失去了神道境界闻名 本质上遭遇很强烈的冲击 雷牛 要我看 你跟我回归人类族群 我让帝先知主亲自栽培你 军天的话语让雷牛无比心动 当年灭他们族群的是深渊异族 他们家族的宝库 积累通通被搬走了 否则深渊族群岂能快速回归大宇宙舞台 主要是曾经洗劫了一批强大种族 以现在深渊族群的强大 裁决之功岂能为他出头 帝先知主可就不同了 主要是 根据这些年他在情报网查阅的各类核心资讯 可以确认当年帝先知主远走宇宙边荒 甚至他向外宇宙 险些将深渊族群赶尽杀绝 更别说现在他还凝聚出了真灵 未来保不齐可以二次集成深渊族群 为雷牛一族复仇 雷牛 别听他胡咧咧 赵妖静一直在偷听 担心范月叛变事件重演 黑着脸咆哮小夏 你不厚道 就这样挖墙脚 我还活着呢 还能喘息呢 小赵 都是自家兄弟谁跟谁 况且就现在外援这件事 如果我不小心说漏了嘴 当然外族强者也不会相信我的鬼话 面对军天如此明目张胆威胁 赵妖静气的眼睛发黑 好笑我们可是签订了契约 胆敢传出去一个字等着被制裁吧 雷牛更为愤怒 在雷台上滑拉着硕大的牛蹄子 说好的血拼 结果成为他们的口水大战了 这年头裁判竟然都作弊 摸 他扑了上去 结果遭遇了毒打 满天都是终极真神篇章打出来的秩序杀法 任由皮操肉后都扛不住 嗷嗷惨叫起来 牛魔王指着祭台景象 气得大骂 将雷牛给走了为何如何相处 他恨不得钻过去 背着牛蹄子 以领导的身份劈头盖脸讯一顿 好给雷牛留下威猛霸气的形象 显而易见雷牛败了 一脸鼻青脸肿逃之夭夭 走之前还不忘记埋态了图门笑天一顿笑天 你都扛不住夏军天一拳 混账 图门笑天怒血沸腾 快把牙齿咬断 宇宙伤盲的强者脸色阴沉 夏军天可以放过雷牛 为何不能放过万元之躯 夏军天 他太过分了 伤盲诸多核心层怒不可遏 万元之躯的惨死 对于族群年轻一代的打击何止是惨重 唯独红肠女王范迪姑 不过瞅了瞅身边静坐的袁道子 想要问些什么终究没有开口 军天本体早就来了 原本想要直接去风雨雷电族群 但因为雷台战的开启 只能前来观看文明道果大会群先 忽然之间 裁决之功的氛围无比沉闷 各方惊异 神族大规模洪荒母舰战斗群陡然间来临 阵容太大了 更有一系列真仙强者神威灵灵到来 大片的洪荒猛兽紧跟着冲出船舱 各大势力的强者无比震撼 排场太大了 神族老祖宗来了吗 神族调动而来十二艘洪荒母舰战斗群 真仙集来了三十六位 多数都是新生代的面孔 神行天也在里面 神行天紧紧隐悔听说 神族隐蔽漫长岁月的老祖宗要来打雷台了 对于整个神族而言更是历史性的时刻 将要完美取代下军天的荣耀与地位 威名响彻宇宙洪荒 为争霸第一族群铺路 传我命令 立刻调动一系列的资金 注入各路赌盘里面 动作要快 神源化手握滔天大权 雷厉风行 调动神族一系列的秘密成员 准备携洗地下黑市 来一波轰动大宇宙的收割 神源化从未体验过调动上千万亿宇宙金的痛快 更清楚金石金刻是下军天蝶落神坛的时刻 也是神族强势上位之刻 全宇宙最能打的真仙 即将从神族辉煌历史上诞生 看这样的规模 大概是来了 昆宏则是缓缓站起来 呼唤家族高层 历史性的时刻来临 习年从超级赌盘亏损的财富 可以通过黑市短期找补回来 至于裁决之工的赌盘 自然早就封盘了 地下黑市每一局都在赌 神族突然间出手断然引爆盛世疯狂 神族的文明引领者来了吗 君天眸子深邃 昔年在杜劫世界目空曾经提及过 神族与深渊族群都是文明引领者 这些疑似先模领文明活下来的怪物 岂能是等闲之辈 他认定接触过时级文明传承 但是时级文明 能否定义为终极层面难说 老才爵身为情报界幕后的大老板 也清楚神族有无比恐怖的年轻人 他望向了地先之主 决定他何赌一把 若是能赢 古天时能促进他更上一层楼 巨量资金正在注入 看来是神族那边已经沉不住气了 老先数个报务员行走在各大黑市区域 回馈而来各陆地下黑市情报 老先正在进行汇总 可以看出黑市赌盘极致疯狂了 神族出手岂能虎头蛇尾 很好 地先之主发布最高指令 将所有的财富都砸到军天败掉这一局上 来异常反向操作